來 欸說好不打臉啊 不打臉不打臉 我等一下去拿安全帽 不錯欸 欸你這發球可以喔 可以嗎 你這發球可以 剛剛世界第一說我發球可以 好啦 但你的球會不會出界啊 不會啊 哇 又打臉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剛剛學姐有幫我們示範一下防守嘛 那其實學姐的防守算是她的招牌 像我剛剛發到最後有跟學姐說 不要打那麼高難度的 就是展現一些正常的 因為其實學姐剛剛那個右拍 在變對角左線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顆球技術含量非常的高 都已經遇到學姐了 那我們就來分析這個東西給大家看 這個球到底是怎麼打出來的 其實這個球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用身體去帶 因為你靠手轉的話 時間點要很好 然後可能你自己手的力量也要夠 就是你的速度要夠啦 不然你就被球擠住 你根本來不及嘛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是用身體帶 你就把這個身體的角度帶出來的時候 球就比較容易 在我們你要的方向去 所以當我們今天身體浪出來 拍面跟著轉 然後就直接不要動了 讓拍面自己動嘛 對拍面出去 但你要發力啦 有點稍微揮摸的感覺 對 因為你這樣球過來 你看我空間浪出來 我的拍面自動轉那個角度 那我只要推出去就好了 那假設我們今天沒轉 會變成說 靠手的力量在轉 所以如果你就不轉的話 你身體是正的 你就是完全是靠手去帶嘛 所以你的球相對要慢一點 或是你的時間可以來得及 那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身體帶 因為我剛剛看學姐 在打的身體律動蠻多的 那剛剛其實我有問到 學姐一個問題啦 我相信這也是蠻多教練的一個盲點 但我們這邊提出來做分享 因為每個教練的交法都不太一樣 也沒有對錯 對 我剛剛問學姐說 在女雙的部分 防守到底要不要轉正拍 轉正拍嗎 這是我們的防守剛剛講的 關於這邊的防守 因為男生基本上沒有時間轉正拍啦 我覺得這個跟習慣性有關係 對 對我來講 我其實沒有很推崇的一個動作就是 這個動作 那因為這個動作其實 為什麼這幾年會更流行的原因 是因為日本女雙 因為這個等於是日本女雙的基本動作 他們一到這裡 他們的預備動作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不推薦這個動作呢 是因為日本女雙他們的特性就是打多拍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要這種 手中反攻或是強抽的這種感覺 那你一抓這邊 除非你的球真的質量不好 或者是你抓得很準 你只有這一顆 那你這樣一拿出來 我其他角度 基本上都是 就是比較辛苦 那你回去的球 其實應該說都是放軟 那為什麼我說日本女雙 他們會用這種方法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女雙的特性 他就跟你拉多拍 所以他這種球 他掃不到的時候 他就是放軟 那我們盆再放 再重來 但我覺得 既然你都有時間 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轉正拍 我一轉正拍 我掃直線 掃對角 我勾對角 打直線 甚至說真的不行 我再拉回去重來 但我的動作多 可是你一拿這個動作 你就已經被限制住了 那當然你問我說 我來不及了 來不及當然是隨便 打得到就對了 對 來不及 當然就是打得過就好了 是 可是當你有時間 你都已經在做這種準備 要去掃它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抓正手 你抓正手的範圍又大 可是學姐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抓正手的部分 那這邊怎麼辦 那當然就是你要抓得準 拍得準啊 對 因為拿這邊其實 這邊還有機會可以幹嘛 可是其實也沒有喔 他們是抓這樣 因為你只是抓這樣 你這樣過來可以 那這就是正常拿拍 這個沒有變拍喔 既然你都已經抓這個變拍了 你為什麼不抓正手 你正手來不及 你才可以打到這裡 或者是你真的不行再轉回來 因為你是主動變拍 上手就是這個部分嘛 那我覺得下手最盲點嘛 剛剛在講的是上手嘛 好像剛剛比較少看到你 下手基本上我們還是以 就是以反拍這個位置 你也會這樣打 我會啊 我也是這樣打 你不會直接轉正拍打 不會啦 因為我叫無敵正拍 那因為我不會推薦大家 做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 我剛好跟大家相反 大家的反拍通常範圍比較大 那我的正拍 我可以拉到這裡打正拍 那這不是一般人會做的事 個人的習慣問題 對 這是個人特色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也是習慣用正拍的人 你要抓正拍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你的範圍會比一般人來的大 但正常來說 以一般人的特性來講 我們習慣性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反拍 因為這個反拍的整個範圍是比較大的 因為其實大家對我的印象 可能都在國家隊 國外的國家隊 對 我其實是從0到100都有教過 因為我之前也有在大學當 我知道 所以其實我遇到的選手 其實也是 就是各個成績都有 都有 那其實我比較喜歡的方式 是我會分析 就是一樣像這樣講完 對 那你覺得你習慣或上手的動作是什麼 那再一個就是 我不會強迫人家學我的動作 因為那有太多是我自己個人的特性 習慣 所以那個感覺你要自己去抓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以不受傷 你最有力的方式 對 然後你再去找你自己的習慣 那像我們剛剛在練的那個課表 主要它是在練什麼方式 基本上的話 其實一樣在防守的時候 尤其像男裝 它的整個連貫性速度很快 可能在你平抽檔的時候 這個連貫是持續來 那第一個就是你要頂得住這個球 那還有一個防守 那像剛剛在發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站在平面上 那如果說今天要再增強這個威脅性 跟侵略性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自高點再打出來 那男生來發彈力量可能更大 反而我們就是把這個速度跟力量弄進去 讓他習慣比正常的速度更快 力量更大 讓他去做這種反應 有時候我們還會再加上往前 就是一樣是腳的移動 這個可能就比較難一點 對就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比較累一點 但是這個在雙打的防守裡面 就是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很多HOT 像路邊擁大 其他的進攻能力並沒有很強 那透過切球的調動 就是我們要說你攻擊變強的時候 其實就跟你的切球能力越好的時候 你的殺球相對就變強 那你的進攻能力越好的時候 其實你的切球 掉球也會相對更有力 就是別人會怕 像我以前打高層圈的時候 我明明知道他要切球 但你還是會怕他會中殺 因為他的殺球是夠有威脅性 今天就是防守的部分學姐姐 就先帶到這裡 有機會我們再叫新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反正時間還夠 老樣子來 play一下 好 那學姐我跟妳講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開拍到目前以來 我還沒有贏過選 所以你是叫我要給你贏過嗎 沒有 你千萬不能輸給我 不然你會變成我的第一勝 我們都要打真的 我們就為了你 然後找了一些partner來 然後就來打 所以輸的不是我的問題啊 你也可以把他怪罪到打檔 對對對 對 反正就是個人習慣問題嘛 是是是是 OK 反正我們就是等一下認真打一場 因為觀眾很喜歡JRO 好 那我們就來跟學姐play一下 走吧 ILLE leader GRO YES WO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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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ible 方向 動作 向前方 不要緊 変身 好 喔 現實喔 超抓的欸 現實 我現在輸不掉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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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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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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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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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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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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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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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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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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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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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差一點 28x2 2 3 5 1 1 2 2 2 1 2 2 1 好球 好 感謝 那我們剛剛以 滿選輸的分數 還好啦 我也沒算啦 大概13分吧 宜如是不是13分是不是 OK 宜如你等一下先去旁邊趴著 欸 那名字叫你失誤 抱歉抱歉 其實我覺得 我一直把助力放在你身上 可是其實剛剛那個 世凱的朋友也蠻厲害的 超強啊 你沒看我都躲得很好 他很炸欸 他昨天有吃藥 這我不知道 你要問他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說 他是綁路員對不對 自己有那個先打一針再來 對 我在想他應該是為了今天影片 昨天早到9點 然後看口服的跟 先set到一下 然後再那個 那個炸真的是 所以裴港感謝學姐 就是來參與我們的拍攝啦 個人覺得你在打比賽 還是一樣跟以前那個很像 雖然說速度又比較慢 眼睛又比較慘 對 你要這麼直接嗎 眼睛比較慘是40啦 速度比較慢 那個可以接受 因為畢竟有 有一些歷史在了 你懂我意思嗎 年紀 好怎麼講都不對 我可以直接出鏡了嗎 沒有沒有 還沒還沒 好啦就是 還是一樣很厲害 我覺得那個 嗯 像我們剛剛那個小女生 就是要跟你學習 就是頭腦太直了 沒有他被你嚇到了 他根本沒有在怕我 沒有我覺得他剛剛應該是 太擔心你了 太擔心我受傷害太喘 不是太擔心你的那個位置 他一直很想幫忙 但他不知道怎麼幫 沒有沒有剛剛是我幫他比較多 好這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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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其實學姐就是 有沒有對台灣球界想要 就是講了一些建議這樣 其實我覺得現在還蠻好的就是 慢慢的因為大家的成績都有起來 那也很多資源進來 那當然希望說 年輕的選手 真的可以好好的把握這些機會 因為可能 不是一直都可以有這樣 這麼好的環境 一個好的環境 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 那希望說 年輕的選手 可以把握現在這些 這麼多的機會 當然這幾年 因為疫情也受到一些影響 可是我相信先把自己做好 先把自己可以做的努力做到 那機會來的時候 就要把握 那我相信 當然是希望台灣的羽球會越來越好 學姐其實講得蠻金玉兩眼的 蠻保守的 我沒有聽到我想聽的 你想聽什麼 有沒有比較刺激的 例如說 還是不要講好了 八卦嘛 對 不要這樣我還被人家去我的臉書留言 OK 剛剛 反正我們也蠻常被酸的 反正看我們不爽的 不然我們約打一場球這樣 沒有啦 大家不要那麼兇 不要那麼兇 沒有 我們這個打一場也很貴 教練也不是隨便請就給他請得到 那真的是非常感謝學姐 那希望有機會再來跟學姐玩 因為畢竟就是說 其實我剛剛自己也學蠻多的 因為剛剛在打課表的時候 其實我也可以回去試試看 小朋友的一個狀態 雖然說這次可能是我打完比賽 最穩定的一次 因為之前下來都沒辦法直接做採訪 都先休息 先休息 對 沒有讓你穿到 沒有沒有因為剛剛 球數不多啦 久其這個木板我真的覺得 我好愛木板地喔 可是台北好像幾乎都是木板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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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大家現在都不喜歡木板地 但其實木板其實是對腳最不傷害的 而且我們以前在打的比賽其實蠻多木板對不對 應該說以前的木板是相對是好的場地 因為不是木板就是那種磁磚地 所以其實木板反而是比較好的 是比較能夠保護選手的腳 那因為現在更好命的小孩 就是現在 EU 對就是木板在鋪上PEU 但一般的場地來講 它底下是水泥地反而不是那麼好 但其實因為我個人可能懶惰跑 所以我還蠻愛木板的 像我自己個人是腳痕不好 所以我很怕沒有失利點 這個很容易 所以 這不是輸球的理由啦 反正輸了就輸了啦 不要被牽托木板 不是木板的啦 回去再要練了 好啦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來 再來邀請黃金女裝潢一下 好啦 那我們就再見囉 掰掰 謝謝掰掰 謝謝 你們